新屋估計升一乘一,而以首樓價就升4.3% 溫哥華新屋共供預期升5% 而以首樓價就升1.4% 中央銀行星期二以息前夕 統計局發表第一季經濟增長數字 按言升3.9%是一年來最大的升幅 而且更加是美國的一倍 不過仍然是差過市場的預期 以及增長動力大部分是來自庫存量上升 因此,滿地可銀行經濟研究部 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略為向下調低 崔明媛報道 經過去年底最後三個月 經濟增長3.1%之後 今年頭三個月,增長進一步加強到3.9% 不過就較市場預期的4%低 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汽車業增加庫存量 而消費開支就只是微升 至於三月份來看 經濟表現比預期好 按月反彈升0.3% 製造和建造兩個行業較突出 黃家銀行經濟師表示 第一季經濟主要靠增加庫存支撐 可能影響日後的增長步伐 而且三月份的增長速度比起年初一月份低 反映動力出現放緩 2.9% 向下修訂到2.8% 香港富豪李嘉誠和旗下黃黃集團 說黑司機計劃整體或者分拆旗下公司的港交所掛牌 已經評審高盛 匯豐和瑞銀作為安排行 最快下半年啟動上市計劃 黃黃發言人拒絕評論市場傳聞 有分析員認為黃黃將有多少得擊要視乎上市的方式 究竟基本上他是在加拿大上市 跟著現在才在香港拿上市的資訊 還是將一些未上市的東西 或者是假外的東西分拆出來 還有很多在亞洲的資產 那如果你要在香港上市的時候 那可能亞洲投資者會比較促適 去亞洲的資產 黑司機去年配股集資10億家園 有分析估計 今次分拆有機會集資過百億 以發展南海的遊戲項目 不過相信市場急速消化消息 所以對黃黃股價刺激作用有限 現時黃黃和主席李嘉誠個人 共同持有黑司機能源近七成的權益 公司去年為黃黃貢獻超過450億的收入 佔黃黃整體收入近一成四 母親電視記者陳正樂輔導 接著是5月30號的金融行程 多倫多職銀指數升32點到13,829點 創業指數跌2點到2,097點 美股金銀價期休市 紐約期貨市場亦都休假 外匯排價方面 一加元兌1.0234美元 7.9591港元 6.6328人民幣 29.486新台幣 0.7165歐元 不過法國網球賽 南班第四圈 又梅類對特洛伊基的一場